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突发要闻 根据新华社消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经表决 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免去义刚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 任命潘弓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8号主席令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7月25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回忆与其秦刚合作安排习近平出访的细节 中国外交部为什么令人恐惧 在中国官媒的尽头之外 秦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的同行们站出来了 北京时间7月24日晚 前白俄罗斯外交官 现任职于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帕维尔斯伦金 分享了2015年的时候 他和秦刚共事的经历 通过帕维尔斯伦金的描述 你会发现秦刚真的不是一般人 因为这礼宾司的工作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 即便你在体制内熟悉所有台上台下的规则 重新提到2015年 习近平和彭丽然访问白俄罗斯 不过在帕维尔斯伦金这份回忆中 主角并不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而是秦刚 透过帕维尔斯伦金的视角 你会发现秦刚用一种疯狂的方式 在礼宾接待上讨好习近平 而这背后 秦刚罕见向同行帕维尔斯伦金袒露 这一切都是因为几百号人在背后盯着秦刚 秦刚如果出了差错他们就扑上来取代他 帕维尔斯伦金在推特上说 关于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突然失踪的传闻很多 当然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而我 帕维尔斯伦金 将分享我对2015年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过程中 和秦刚在相关会议和合作过程中的印象 作为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秦刚当时率外交部李宾斯来到白俄罗斯 当时中国的外交部李宾斯给帕维尔斯伦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发现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他原话是 中国的李宾斯是一台雇佣了数百名外交官的庞大机器 而在当时 白俄罗斯整个礼宾部门有11人 帕维尔斯伦金认为 正是因为白俄罗斯方面人手不足 像帕维尔斯伦金这样的年轻外交官才有机会与秦刚和其他中国高层官员一起工作 当时 习近平访问明斯克的准备工作在他抵达明斯克前几个月就开始了 中国外交官几乎每天都坚持来到白俄罗斯的外交部 尽管每次谈的李宾接待工作内容几乎相同 但这样的讨论了还是进行了好几十次 帕维尔斯伦金举例说 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的李宾部门把接待的方面方面讨论了个遍 比如就像习近平的飞机降落时 白俄罗斯李宾部负责人是否应该上去迎接 这里中国外交部门的李宾司是反对的 类似这样的讨论 日复一日就像电影《土拨属之日》里的情节一样 往往钟摆双方在深夜结束回忆 就所有的接待上的细微差别达成一致 但第二天中国的外交官员会再次要求会面 双方又要讨论同样的事 就这样日复一日 帕维尔斯伦金坦言 要不是这样 双方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他观察到 当中国外交官不喜欢某件事时 他们会打电话给北京寻求指示 随后北京致电卢卡申科政府 当然 中国领导层的几乎任何突发奇想都会立即成为新的安排 尽管白罗罗斯的礼宾实践中并没有国事访问 就是最尊贵的访问类型的概念 但中国外交官却这样称呼吸禁停的访问 中国大使馆甚至在明斯克各处购买了数十幅巨幅广告横幅来进行宣传 当时 在来自中国的压力下 以及来自中国投资的诱惑下 明斯克做出让步 同样将此次访问称为国事访问 这还没完 帕维尔、斯伦金回忆 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 第一天的参观结束得很晚 第二天 习近平计划参观为国战争博物馆 当时 凌晨两点 秦刚决定再次检查博物馆是否准备好迎接习近平的参观 帕维尔 斯伦金这里形容凌晨两点 用了好几个感叹号 在秦刚的要求下 帕维尔、斯伦金的同事不得不叫醒了博物馆副馆长 并请他为中国外交部李宾斯安排另一次检查博物馆 帕维尔、斯伦金回忆当天凌晨的细节 评价是非常超现实 当时 中国外交官走上博物馆的楼梯 数着台阶问道 庄严肃怒的音乐什么时候响起 习主席此时将采取什么步骤 会是这个吗 还是那个 你确定吗 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帕维尔、斯伦金满脑子都是困疑 就随便指了一个随机的台阶 这也意味着 白天音乐会在完全不同的时刻响起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帕维尔、斯伦金和秦刚在中国人在明斯克修建的饭店北京饭店吃早饭 这里主要是为了接待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型代表团 帕维尔、斯伦金发现 秦刚英语很流利 更让帕维尔、斯伦金惊讶的是 秦刚他的下属害怕秦刚的程度 当时他们简要讨论了当天的访问和计划 讨论的时候 秦刚正在吃传统的中国汤面 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 大声 帕维尔、斯伦金连用好几个非常 最终 习近平飞回北京时 帕维尔、斯伦金找到一位中国外交官 这名中国外交官是秦刚下属 帕维尔、斯伦金问这名中国外交官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这几个月关于同一件事的无用谈判 还有大半夜在博物馆玩这个算一月彩点的算术游戏 也许是几个月来 这名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对帕维尔、斯伦金完全诚实 他说 在北京 有几百人在我身后亏是我的职位 所以 如果我不这样做 其他人就会这么做 你看看 外交部里 一个秦刚的下属的职位都内卷成这样 秦刚所在的外交部部长的职位 内卷成啥样 只能让更残酷的程度推测 一位中国外交分析人士 对今日华尔街频道透露 很多国家最痛恨的中国政府部门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 因为他们事无巨细 在两国外交事务上 把他国的外交部门折腾得非常疲惫 正如上面帕维尔、斯伦金的回忆所反映的 中国外交部 是按照分秒计算习近平的行程 每次中国领导人出访 也都是中国外交部最亢奋的时候 因为出访意味着外交部获得大量经费的机会 获得出风头的机会 获得和领导人合影的机会 华尔街电视 中国对既往韩国的可疑包裹展开调查 南华早报 中国当局正在调查有关可疑国际包裹 从中国随机发送至韩国的报道 韩国警方已收到2100多份可疑包裹报告 其中一些可能含有危险物质 调查显示与恐怖主义无关 也没有发现有毒物质 韩国政府正在与国际刑警组织等海外机构 合作开展联合调查 据推测 这些包裹可能是中国网上商城刷单骗局的一部分 随即发送包裹以操纵业绩或产生虚假好评 类似的涉及神秘包裹的事件过去也曾发生过 比如2020年 从中国向美国和加拿大寄送神秘种子的事件 台湾因台风暂停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英国广播公司 台湾取消了部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为台风多克苏里的潜在影响做准备 立即这将是四年来袭击台湾的最强台风 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于周一开始 该演习旨在测试台湾在遭受中国攻击时的防御能力 但目前尚不清楚演习的其余部分是否会受到干扰 台风预计将于周三和周四袭击台湾 并发布强风和大雨警告 在菲律宾 随着多克苏里的临近 北部卡加盐省的学校和办公室已经关闭 中国第二大芯片制造商高溢价发行上海股票 南华早报 中国第二大半导体制造商华红半导体 正在以较香港股票价格大幅溢价出售其上海股票 以为其扩张计划筹集资金 该公司将在上海以每股52元7.23美元的价格出售最多4.08亿股股票 较其香港股票溢价约120% 预计筹集资金总额为212亿元人民币30亿美元 成为今年中国A股市场最大的IPO 此次发行得到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和国新控股等中国国家投资者的认可 筹集的资金将用于提高其无锡金元贷工厂的产能 并扩大其生产能力 中国学校倒塌 齐齐哈尔官员为致命的屋顶倒塌道歉 南华早报 中国齐齐哈尔市官员为导致11人死亡的学校体育馆倒塌事故致歉 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市长陈宏宇对此次因建筑材料储存不足造成的悲剧表示歉意 初步调查发现 体育馆屋顶非法存放珍珠岩这种高吸水性建筑材料 导致建筑物倒塌 市政府已拘留相关建筑公司相关人员 并成立调查组 中国经济增长令人失望后 北京的工具相离有什么 南华早报 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令人失望 同比增长6.3% 但环比增速从第一季度的2.2%大幅放缓至第二季度的0.8%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疫情后复苏任性的担忧 出口前景暗淡 房地产行业仍然拖累经济 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困境 6月份年轻人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私营部门信心不足 2023年上半年 私人投资下降0.2% 而国有企业投资增长8.1% 中国恒大集团是全球负债最重的开发商 2021年和2022年损失了810亿美元 中国承诺提供更多支持以推动曲折的经济复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最高领导层承诺支持国内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并刺激国内消费 以刺激经济增长 中共政治局的保证提振了中国相关公司的股价 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股价 碧桂园、龙湖集团和融创中国控股的股价均大幅上涨 该消息推动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前300只股票指数上涨2.6% 上周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复苏失去动力 中国国有银行预计将抛售美元以支撑人民币消息人士 路透社 中国主要国有银行一直在抛售美元购买人民币 以支持人民币 此前 中国最高领导人承诺加大对经济的政策支持 重点是提振内需并暗示将采取更多刺激措施 政策制定者还表示 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活跃资本市场 分析人士认为 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成为未来政策重点 中国货币当局最近加大力度捍卫疲软的货币 包括放宽借贷规则 以及设定比市场预测更坚挺的每日指导利率终点 在岸人民币汇率上涨超过0.6% 至每美元7.1411的高位 而离岸人民币也大幅上涨 TikTok通过纯文本帖子挑战X和Threads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拥有的视频流应用程序TikTok宣布 现在将提供纯文本帖子 让用户可以选择发布照片、视频或文本 该平台的目标是 通过允许用户使用声音、位置或视频反应来自定义文本帖子 从而使文本帖子与视频或照片帖子一样动态和互动 此举正值社交媒体巨头之间的竞争加剧之际 TikTok最近向Spotify和Apple Music等竞争对手推出了音乐流媒体服务 其他社交媒体公司 例如Meta和埃隆、马斯克重新命名的Twitter平台 也一直在推出新功能和品牌重塑工作 研究显示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 热浪每五年就会袭击中国一次 南华早报 根据世界天气归因学术倡议 除非减少碳排放 否则袭击北美、欧洲和中国的热浪将会更加频繁地发生 研究发现 气候变化使中国遭遇热浪的可能性增加了50倍 而此前250年才发生一次 此外 欧洲和北美的严重高温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WWA表示 现在北美可能每15年发生一次热浪 南欧每10年发生一次热浪 中国每5年发生一次热浪 政治局暗示放松限制措施 中国房地产股飙升 南华早报 随着高层政策制定者的言论发生转变 主要城市的房地产购买限制有望放松 中国房地产股上涨 周二上午 中国内地房地产股上涨4.2% 而沪深300指数上涨2.5% 在香港 龙湖集团股价飙升21% 中国海外发展则上涨11% 政策制定者表示 自2016年以来实施的紧缩措施可能会重新调整 并考虑降低首付比例 不过 高盛表示将出台货币 财政 房地产和消费等综合支持措施 与中国决裂的理由 外交事务 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称 美国必须中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以保护自身利益和民主价值观 文章认为 中国的国家控制经济和威权领导 颠覆了美国的投资 供应链和制度 北京利用全球一体化来增强其权力 并损害美国的利益 文章建议 美国必须停止试图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而应迅速走向离婚 采取措施阻挠和阻碍中美一体化市场的运行 这包括禁止资本流动 技术转让和经济伙伴关系 以及终止合资企业和研究伙伴关系 文章建议 美国还应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国应该投资于建设国内能力 并制定强有力的产业政策 并采取行动维护对美国民主至关重要的机构 并防止中国的宣传 文章的结论是 与中国强硬决裂 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还应该寻求与愿意做出类似承诺的盟国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 大多数EB5申请被DHS拒绝 移民研究中心 为投资美国项目的外国投资者提供签证的 EB5移民投资者计划的拒绝率很高 2021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 其申请被国土安全部拒绝了53% 这明显高于其他政府计划的平均拒绝率 该计划从中断中恢复过来的速度很慢 并面临争议 包括资金被盗的案件 该计划还因使人脉广泛的个人授益 以及未能按预期有效针对贫困地区而受到批评 美国出生的NBA球星凯尔 安德森将代表中国队出战篮球世界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篮球运动员凯尔·安德森已获得中国国籍 并将代表中国队参加下个月的国际篮球世界杯 他是中国第一位规划篮球运动员 被认为是国家队名单中的重要补充 目前尚不清楚安德森是否必须在此过程中放弃美国护照 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国此前已通过规划引进了优秀运动员 其中包括自由式滑雪明星谷爱琳和气象全能运动员妮娜·舒尔茨 中国财富管理机构警告经济疲软将挤压客户资产 日今亚洲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停滞 中国的财富管理机构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 导致富人的资产值萎缩 洛亚控股的目标客户是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客户 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大陆投资者实现海外持股多元化 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复苏缓慢 引发了人们对海外机会的兴趣 对中国科技和教育行业的监管打压也影响了富人的资产 导致财富管理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 中国必须放弃意识形态歧视以确保私营部门的发展 南华早报 中国政府发布了支持私营部门发展的31条行动计划 承认私营部门在促进工业现代化中的作用 并承诺将私营部门建设做大、做优、做强 然而,由于政府对安全和控制的关注 人们对北京是否认真致力于允许私营部门发展表示怀疑 尽管中国的私营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做出了贡献 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二等并面临歧视 SHAIN发布美国游说报告 南华早报 根据其首次此类注册备案 在线服装零售商SHAIN在2022年第二季度已花费60万美元在美国进行游说 此次支出是在立法者质疑该公司在中国的劳工实践之后进行的 今年5月 由两达美国两党代表组成的小组 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停止SHAIN潜在的首次公开募股 直到该公司证实其不使用强迫劳动或违反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 SHAIN否认使用强迫劳动 并计划今年在美国上市 报告称美国在快速卫星发射方面面临落后于中国的风险 南华早报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已经具备了在发生冲突或事故时快速发射和更换卫星的能力 在这一关键能力上超过了美国 美国仅进行了一次这种能力的演示 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另一次演示 中国的进步是由可从移动平台发射的小型移动固体燃料火箭的开发推动的 这些火箭可以用卡车运输 并从平坦、开阔的区域发射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机构、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3w.6dubraith.com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火拍的这个频道 明镜火拍频道是现在大家 最受大家欢迎的这个频道 最近几个月以来 我们的观众急剧增加 我们的流量急剧的上升 是因为最近几个月 我们的节目进行了调整 一方面是重途出击 有我们非常优秀的这个支持人 约格先生 在全世界各地 请找了对一些事情的独特的一些看法 独特的一些信息 还有我们的王伯玉先生 非常的幽默 非常的一致 表现出他的才华 他的节目也很受很多朋友的喜爱 而且每一天我们几乎我们的中国简报 都及时跟大家 搜罗全世界主要的媒体 对中国的报道和分析 甚至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网友 我们自己的组者 经常跟大家提供 独特的这种见解 独特的评论 还有一些独家的内容 明镜火拍希望继续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当然我们现在最近这些天 我们对中国的外交部长 国务委员 外交部长秦刚的事情 华尔街的电视也好 明镜的各个频道也好 可以说领先世界上的任何一家媒体 也领先世界上的任何一家智库 这个符合我们的一个理想 符合我们的一个追求 在未来几天 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展示 我们对这样一件 可以说二十代以来 或者十九代以来 中国最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做出我们的独家的报道和分析 首先要跟大家讲 在过去的几十个小时 或者过去的这些天 无数的网友都来问我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这个秦刚 被民营区外长职务 谁将会接听他 谁将会接听他 一个意义上 我并不是提供一个单一的一个结论 事实上我们的网友 我们的朋友 在过去这些天 也列出了很多的名单 路透社也好 西方的一些媒体也好 马超市 那么昨天也有我很尊重的西方媒体的同行 也来告诉我 刘建超 实际上刘建超的名字 在过去十几个小时 在中国在海外 大家都在一人纷纷 还有人 提出了 这个 刘海鑫 这些人物啊 我都可以说 任何一个人 无论是马超市 还是刘建超 还是刘海鑫 甚至已经推出二线的刘介义 他们从能力 从资历 从人望来讲 确实比 石刚先生 秦刚先生 更合适了 党员外交部长 那么秦刚 为什么会超过他们 最终成为了外交部长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 又罗马 这个被 这个王毅所取代 而真的王毅这个事情 在这一次的一系列的独家报道之中 也是我今天 自己感觉到 有一点小小的 得意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华尔街电视 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前 就跟大家讲 王毅已经 对理了这个部长 对理了这个部长 那么今天 只是把他的代理 变成正式的外交部长 原因呢 你可以说是多样 华尔街电视也曾经 独家跟大家披露 秦刚的罗马 当然是跟王毅 是最有密切的关系 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王毅 推动了 对秦刚的调查 就是因为 对王毅 对秦刚的这个指控 举报 是王毅 才有权力 才有机会 才能够迅速的 给这个习近平 因为在外事考 他仍然是一个最高的外交官 但是秦刚 担任了卫视办主任 不再担任外交部长 对于他来讲 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缺失 因为卫视办 虽然在宏观来讲 指控 指导 这个外交系统的工作 跟国家主席 提供外交上的一些资讯 甚至跟西方的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进行这个交谈 进行讨论 但是呢 王毅不是杨洁篪 王毅是一个 更想干事情的人 王毅是不满意 这个秦刚当了外交部长 就开始了 安排自己的人马 而不在很多方面 听取 这个 王毅的意见 或者是接受 王毅的这个指导 甚至在某些方面 两个人还产生了 看不见的 或者看得见的 这种所谓的冲突 这个当然不是 真正的路线道争 敢谈不上 什么真正的 政治的斗争 只是了一种 微妙的 一种权力的 一种关系 但是如果是在 任何一个国家 这种问题啊 其实都是 不同程度的存在 但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之下 它有一个神秘的力量 这个神秘的力量 就是举报 尤其是实名举报 尤其是有一些事情 是自己提供的炮弹 这样一个 秦刚的这个事情 就是傅晓婷女士 等于是向天下 提供了 对这个秦刚的 这种举报 那么这种举报 那再加上 秦刚在 美国担任 大使期间 我们看到 从外表来讲 他是到各个地方 去考察工作 对这个很多的事情 表现出 他并不是像 一般战狼那样 凶狠的样子 但是呢 他的这种 在内部的 足锋 还是被认为 不断的强势 尤其是他 对美国事务的 不熟悉 对美国的情况 的不熟悉 让那些 比较资深的 外交官 或者说呢 比他更了解 美国的外交官 其实对他是不满的 这个时候 秦刚自己的 拿利门 又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我们知道 拿利门 是最容易 找到突破口的 而且拿利门 这个事情 是可大可小 可轻可重 如果是这种事情 没有王毅的 主要的态度 也许呢 秦刚这个事情 就内部检讨检讨 就拉倒了 尤其是 他得到习近平的赏识 习近平可以 不让他 尽情调查下去 这一点 胡平先生 这批评论文章里面 标题我就非常的赞赏 那就是说 习近平要保 这个秦刚 早就可以保了 但是习近平没有保 而为什么没有保 我在梁家河的节目中间 上个星期 跟大家就已经讨论 前一个星期 开始也可能讨论 谢谢打赏 谢谢打赏 那么这个 正是因为王毅 这个事情是 最大的得益者 最大的推手 所以现在由他的代理 就可以解决了 很多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可以说还有几个 更重要的因素 比这个 这个个人的权力 造成更重要的因素 是有两点 第一点 现在中国是一个 外交大国 在国际社会里面 中国可以说 外交活动非常的频繁 我们有一些网友 经常会抓住一些 鸡毛算片的事情 比如说 什么大学生运动会 没几个外国人来参加 中国什么活动 没有几个外国有人参加 我可以跟大家讲 中国的外交的层次 非常之多 非常之多 国际社会 正如撒利文 正如布林肯 尤其是美国的 中央情报局局长 博文斯所讲的 他们对中国的实力 对中国外交上的力量 远远比我们一些 中国的网友 要认识的亲近很多 中国已经是一个 不可服侍的存在 你也不可能 不要它存在 而且它的力量 远远比我们在中文媒体里 看到要重要很多 要必要很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中国在长期 这个吹一个外交部长 跟其他部位不一样 那对国际社会来讲 还不仅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很多的交往 你必须通过外交部长 这个职位来表现 外事办主任 这是个什么职位 这是个党的职位 这是一个还在法理上 没有真正的国际能力的 这么一个职位 所以这个时候 让王毅来代理外交部长 一个意义上是代理外交部长 虽然没有用代理这个词 因为用代理这个词 也没必要 直接就叫外交部长 但实际上大家谁都知道 这是一个不得的一个产物 所以大家又很熟悉 这个王毅 我们知道俄罗斯 有一个外长 是很长时间了 很多西方人 虽然非常的 不愿意跟俄罗斯拿交道 或者对俄罗斯有敌意 但是对俄罗斯的外长 很多人其实在私下 还有几分尊重 是因为大家熟悉他 也认为他是个职业的外交官 当然王毅也有战狼 的这么一个外号 有些事情表现的是很丑陋 但是王毅毕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个外交官 而他自己对外交事务也相当的熟悉 所以基本上他重新来回来 代理部长也好 继续当部长也好 不管当多长时间 对于他来讲 工作都是得心应手 而且现在各大外交系统的人 基本上都是王毅的人 而不是秦刚的人 所以王毅回来 对外交部来讲 是顿当最小的 如果这个时候 无论是让刘建一回来 还是要刘建涛 或者刘海鑫 或者马超市当外交部长 他们一时都不会那么熟悉情况 在部内来讲 他们没有这么多人马 从国际关系来讲 他们不是那么熟悉 而今年有非常多的 重大的外交活动 没有自身的真正熟悉情况的 外交部长还真不行 这是第一 最关键的因素 这已经超越了 这个王毅本人对权力的需求 第二点 就是对外交部的这个清洗 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动作 只是清洗的大和小的这个问题 只是说花多长时间的问题 按照以前的这个惯例 一个地方 如果产生了重大的问题 尤其是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北京市 当年的陈其同 就把魏靖行调过去 来处理这个北京市的问题 好像他当时也担任了北京市委书记 那么陈静出了事情 也判了这个张德江 张德江来这个代理 还是担任陈静市委书记 那么实际上也是代理了 就是名义上好像不是这样 那么就是让这样一个地方 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人 压得去振 王毅现在是政治局委员 是卫生班主任 又是老部长 那么他会辅助习近平 一段时间来开始展开 对外交系统的这种清洗 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做的简单的分析 有没有道理 希望大家在留言区 发表你的宝贵的意见 我们期待到大家 对事情的有不同的观察 只要不进行人身攻击 只要不进行任何的骂骂和告现 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是希望有不同的观察的角度 今天明镜的各个频道 包括华尔街电视 华尔街论坛 我们将会有更多独特的分析 那么我们尽量的跟大家呈现一个 比任何媒体都能够在这方面 更接近事实的一些报道和分析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去六都世界去参与 我们六都世界的聊天区去讨论 当然六都世界的聊天区 也不是说你想进去就进去的 你需要一段时间的浏览 六都世界的网页 甚至发表你的一些流年 然后你达到一定资格之后 你才能进入这个聊天区 因为聊天区 我们希望建立成为 我们海外最自由的 能够自然表达意见和看法的一个场地 同时又是互相尊重的 互相理解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舆论的讨论环境 而不是像这个任意攻击和伤害的社交媒体 非常感谢明镜火拍的观众 相信今天的约哥或者汪汪玉 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记者 将会有更好的节目呈现给大家 谢谢大家对明镜火拍的支持 等一下有华尔街论坛 有思想新日报 继续回答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疑问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明镜追击从7月15日开始关注的秦刚事件 在北京时间7月25日晚间 有了阶段性的结果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 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这样的结果也印证了明镜追击 在7月24日夜间所推出的节目 在昨天的节目中 明镜追击是根据过往信息的汇总比对 同时也联系了中国大陆的学者 就得出的结论 秦刚命运最快在24小时内见分晓 而且很有可能从形式上走的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条路径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秦刚就已经平安落地了呢 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体制内的学者 对中共的决策议程 对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又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 他认为不能够认为秦刚已经平安落地 这位学者还特别表示 所谓的秦刚事件 包括秦刚被免去部长的职务 事实上已经对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个人威望 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甚至是冲击 首先就快速的来看一看中国央媒 是怎么样发出相关消息的 在这里是以央视的新闻联播做参照 第一条信息头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以高水平治理推动我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信息 习近平回信勉励香港陪桥中学学生 第三条信息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第四条信息 习近平向柬埔寨人民党主席红森制贺电 李强向红森首相制贺电 第五条信息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四次会议 其中第三条信息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以及第五条信息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四次会议 是直接涉及到了青纲 第三条信息的具体内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签署第八号主席令 第八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3年7月25日的决定 一、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二、免去一纲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 任命潘公盛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第五条信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四次会议 内容相对较长 其中就特别提及会议还审议了任免案 25日下午 在委员长会议后 举行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 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免去一纲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 任命潘公盛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闭幕会后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示仪式 接下去问题是比较的多了 目前来看比较突出的 就是秦刚他是中国的国务委员 目前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被免去了 那为什么不免掉他的国务委员的职务呢 因为人大常委会是有这样的权利的 另外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又如何来解读呢 明镜追击在第一时间是联系了 中国也是前述的 对政府决策过程有专门研究的学者 这位学者也表达了 他个人的看法 他就特别提及 王毅现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或者说王毅来当外交部长 那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安排 因为王毅之前是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升任政治局委员之后 卸任了中国的国务委员跟外交部长 所以现在回头再做外交部长 这肯定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只能说是一种过渡 这位学者就特别解释 目前秦刚因为有问题存在 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 但是显然这样的情况啊 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了 但是新的中国外交部的部长人选呢 一时也是很难确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共的最高层是做了一个过渡性的安排 王毅再继续回过去做中国外交部的部长 关于秦刚的国务委员 为什么没有被免去这个问题 这位学者的分析是这样的 中国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啊 确实是有这个免除国务委员的权利的 以前的杨精也是人大常委会 给他免掉了国务委员职务的 但是不免看上去也没有问题 因为免掉国务委员 免掉秦刚的国务委员的位置是迟早的事情 这个可以往后言一言 外交部长被免去 其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秦刚有问题 否则免他外交部长干什么呢 至于后面会怎么处理 处理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肯定要等 要等对秦刚的调查结果 所以就7月25日 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 这位专家学者的意思 就是目前只是第一步的工作 而且是个过渡性的人事安排 后面具体会发生什么 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 这位学者还特别表示 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是连在一起的 外交部部长当不了了 那很大的可能 国务委员也当不了了 目前先免掉一个 先免掉中国外交部的部长 其实意思他认为是很明确的 就是秦刚情况是不妙了 他认为秦刚所涉及到的 不可能只是生活作风问题 当然他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个要等中共的官方的调查 时间可能是几个月 而且过往中共的一些调查 拖一两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这位学者还特别提及了这个事情 秦刚从担任中国外交部 李宾斯司长之后 就出现了火箭般的上升的速度 在中国的外交系统之中 那显然他是得到了习近平的充分的信任 完全的可以说是青睐有加 那么现在秦刚是出了事情 那你习近平作为所谓的伯乐也好 作为所谓的化石人 当家人等等也罢 显然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当然第一位的责任是秦刚本人 所以这位学者就认为 习近平现在很明显的是 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像毛泽东那样的 中共的所谓的魅力型领袖 但是秦刚的事件 对于他的所谓的魅力型的打造 是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冲击 甚至不排除动摇 他在身边的这些权力精英群体中的 微信 当然这个需要时间来看一看影响究竟有多大 接下去 随着靴子的落地 把整个事件再做一个快速的梳理 透过这样的梳理 这样的时间线 能够看到中共关于秦刚事件决策的过程 大概的轮廓是怎么样的 也能够看到中共最高层在这个中间 其实是很被动 明镜追击是在7月15日推出了第一期的节目 对秦刚或者说秦刚傅小田事件进行关注 因为当时有凤凰卫视内部的一位职员就透露 凤凰卫视在香港的一位中高阶管理人员就表示 秦刚和傅小田之间所谓的大瓜应该是真的 这位凤凰卫视的职员就特别表示 考虑到这一位中高阶管理人员他的位置 他的线索比较的广 所以所谓的应该是 是一个婉转的说法 他认为当时他就表示 这个大瓜其实就已经落地 算上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是第八期来关注秦刚傅小田事件了 内容比较的多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头来看一看 当然有必要提及的 就是华尔街论坛是很早就提到 中国的相关方面已经对秦刚展开了调查 接下去再回到7月24日明镜追击的节目 在稍早之前 7月24日夜间明镜追击推出的一档节目中 其实也是比较详细的 援引中国体制内专业人士的分析 以及明镜追击所做的一些资料的汇总比对 得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在24小时之内 秦刚命运渐分晓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现在可以说这期节目是得到了印证 事实上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 中国的权力运行权力决策虽然不透明 但是透过这个事情把它梳理下来 最有可能的时间线是7月中旬7月10日到17日 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是消失了一周 他很大的可能是召开了一次 中共的常务委员会的会议来谈秦刚的事情 紧接着7月24日非常核心的消息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会议 习近平做主持 然后主要的议题是经济议题 但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明镜追击就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 7月份的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会议 进行了汇总和比对 就发现绝大多数的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 都是在7月底举行的 具体来说 2013年7月30日 2014年7月29日 2015年7月30日开了一次 7月20日也开了一次 2016年是在7月26日 2017年是在7月24日 2018年是在7月31日 2019年7月30日 2020年7月30日 2021年7月30日 2022年7月28日 2023年7月24日 比对发现 但凡是提早召开的 所谓的会议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都涉及到一些 所谓重量级人物的命运 稍微早一点的 2017年7月24日 是涉及到了孙政才 2015年7月20日 在昨天的明镜追击节目中 是忽略了这一点 很快就有节目的观众朋友提到 2015年7月20日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是涉及到了令计划 而且这两次7月召开的 政治局会议 或者所谓的抢开的 政治局会议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官方媒体发布了 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的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左右 就很快推出了 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处理的决定 比如说在2017年7月24日 会议刚刚开完 新华社就发出消息 鉴于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 中共中央决定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其立案侦查 根据2017年9月份 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 另外的一则消息 所谓的中共中央决定 指的就是7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另外关于令计划 2015年7月20日的 政治局会议之后 很快官媒就发出了消息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并通过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令计划 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 决定急于令计划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等等 这个就直接点明了 是7月20日当天 所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所产生的直接的结果 所以把这样的历史的时间线 梳理下来 2023年7月24日 所举行的这一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很大程度上 也可以理解成为 是所谓的抢开 所以他讨论秦刚之事 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但是比较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7月24日的这一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所谓的靴子迟迟没有落下 就是官方没有发布消息 比如说对秦刚 是已经立案审查 或者是对秦刚的立案审查的报告 已经出来了 都没有提及 关于这一点 前述的知名的学者 7月25日回应明镜追击的质询的时候 也是提到了 就是根据过往的一些做法 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么是进行立案的审查 要么是通过了所谓的审查报告 但是这一次没有消息出来 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就是习近平在所谓的习时代 新时代 他很有可能改变打法 凸显了 他认为是凸显了目前中共最高层 一种神秘主义的做法在蔓延 当然又需要向国际舆论来做交代 而且眼下中国的所谓的国际环境 非常的复杂 外交部长的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透过人大常委会的路径 先把秦刚的外交部部长免去 算是对外界做一个交代 紧接着在7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消息 被官方放出来之后 没过多久 中国的官媒又发布了消息 指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在7月25日来召集会议 审议有关任免案 明镜追击在7月24日的节目中 是有提及这一次的会议 但对于会议的敏感性介绍不够 因为中国全国人大所谓的常委会 一般是两个月开一次 上一次开完是在6月份 所以理论上下一次召开 是在8月份 在偶数月的月份 另外一点 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 一般会提早7天到10天 由官方媒体发布消息出来 而且会期一般也是有比较长 开5天6天左右等等 那么7月24日 中国官方媒体放出的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消息 事发突然一方面明显是加开了一次 7月份而不是等到8月份 另外会期是一天 所以看上去是有非常紧要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这很大程度上就显示 秦刚他的命运 24日到25日24小时之内 很有可能就会见分枪 前面提到的专家也就特别表示 其实把这个事情梳理下来看 最大的可能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开完了会议 其实把这个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接下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好 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也罢 就是走一个形式了 透过以上的这些细节 包括时间线的书里能够看到 习近平在有一些的安排上是遵循救治 至少说遵循自己执政期间的一些的做法 或者是惯例 但是在遵循的过程之中又有一些变化 或者所谓的异动 这就让不少观察人士都感觉到非常的神秘 用学者的话来说 卡里斯玛士领袖的魅力 卡里斯玛士是英文的翻译 其实就是魅力士领袖的魅力 和追随者对他的承认是相辅相成的 源自于神圣源头的神秘力量 使领袖能够不断吸引追随者 而后者的附庸又彰显并巩固了领袖的卡里斯玛 把这个话翻译出来 简单的说呢 就是所谓的魅力型的领袖 他在决策的过程之中 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 越来越显得神秘化 最后就再来看一看 秦刚就已经创下了一个记录 是中共建政以来任职时间最短的 中国外交部部长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信息 建政以来 中国是一共有12任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陈毅 姬鹏飞 乔冠华 黄华 吴学谦 钱其琛 唐家璇 李肇星 杨洁篪 王毅 再加上 秦刚 秦刚作为中国外交部的第12任外长 他是从2022年12月30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 时间第二段的是第四任的中国外交部的外长 乔冠华 他任职的时间是两年又一个月 任职第三段的是姬鹏飞 中国外交部的第三任外长 他任职的时间一共是三年又七个月 其中有九个月是担任代理外长 这其中姬鹏飞可以说是命运多舛 他的儿子姬圣德 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情报部的常务副部长 因为涉及到多庄的罪行 失去了自由 遭遇到了中国军事法庭的审判 姬鹏飞是进行了多方的努力 为他的孩子请命无效 在他认为他的儿子姬圣德必死无疑的情况下 他是于悲愤之中选择自杀最后身亡 中年是90岁 时间是在2000年的2月10日 根据媒体披露的一些细节 在姬鹏飞自杀身亡之前大概一个月左右 中共的最高层当时是江泽民 中共总书记派出了高阶的官员 到姬鹏飞养老之处 到他的家做了相关情况的通报 其中就特别提及 他的儿子死刑是难免的 但争取能推迟一两年执行 其实是暗示内定判处死刑 但是缓期两年执行 其实是逃出生天的一种隐晦的说法 但是姬鹏飞可能是岁数大了 也可能当时是在火头上 并没有完整完全的理解这个意思 当然让外界 让媒体观察人士感到比较意外的是 姬鹏飞的儿子姬圣德 是出席了他的父亲的追悼会 原来是他的母亲 姬圣德的母亲 许寒冰奔走求情 是一路哭到了薄一波家里 才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当局是批准同意 姬圣德出席追悼会 但是当时中共军方的高层 是提出了附带条件 必须遵守规则 追悼会结束后必须返回 不能送灵车往八宝山的火化场 如果在追悼会 会场闹事搞事 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姬圣德事实上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一审中 是判处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在2002年的终审判决之中 他的死刑又改为了无期徒刑 有媒体报道提到 2020年5月 姬圣德已经获释恢复了自由 这所以就是重提 意思是说 秦刚目前他已经创下了尴尬的记录 但他会不会像他的前辈 有这样悲怆的一个结尾 这个确实非常考验人们的想象力 此外也还有必要议题 秦刚是曾经担任 中国外交部李宾司的司长 恰恰就是在秦刚之前 担任中国外交部李宾司司长的是张昆生 他在2015年年初 是因为涉嫌违继而接受调查 到了2016年的5月中旬 张昆生因为受贿和搞全色交易 被中纪委双开移送法办 紧接着到了2016年的5月底 张昆生被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立案侦查 但最后是怎么样的具体的罪名 判了多少年徒刑 目前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是找不到相关信息 这会是秦刚的去处和归途吗 恐怕也需要再等一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我想讲一个 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疑案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这题目什么呢 就是贺龙到底有没有 就通过一个叫李仲公的人 给蒋介石写过两封信 这两封信呢 在文革的时候被称为是启祥信 就是祈求投降 祈求被收编 在文革以后呢 在文革后期 贺龙翻案以后 又说呢 这两封信呢 是伪造的 这两封信的原文 现在大家其实在网上可以看到 我相信呢 有各种各样的回忆的那文字呢 大家也能看到 看以后呢 不难做出自己的一个 一个结论 因为事实都摆在那儿 就中共的历史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就是时代变了 故事就变了 但是事实不可能改变 那今天我们就 通过这个贺龙的两封信 首先看呢 有没有这两封信 或者有这两封信的话呢 这两封信是不是贺龙写的 那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就贺龙有没有写过 这蒋介石 这个 1929年 差不多就是100年以前的事了 有没有写过这两封信 要知道这个问题答案 其实呢 必须谈到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叫李仲公 我相信现在的朋友呢 大概没有人知道他了 就这个人虽然 不见经传 因为在国民党那边 他是一个叛徒 在共产党这边呢 他是一个诬陷者 没枪毙 他算是很客气的了 但在100年以前的现在 他可是一个 红极一时的人物 就在北法战争的时期 1926年吧 他曾经是身兼呢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那是蒋介石的贴身的幕僚 同时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所谓的中央党部的书记长 梁大要职 可以说是红极一时 那李仲公贺龙什么关系呢 他实际上是贺龙参加 国民革命军的引荐人 在2026年的时候 贺龙那个时候呢 他还是 他开始是 却是个土匪 后来从土匪呢 变成了个军阀 但这个军阀呢 是跟国民革命军是对立的 在26年7月的时候 李仲公当时呢 说就还是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 随着蒋介石呢 北法 到了长沙 他的责任呢 就是他负责分化 吴佛福的那个前系军阀 贵系的那些军阀 贵州内 同时呢 又在湘西 那边也做一些工作 就是湖南的 当时贺龙是在湘西的一个军阀下面呢 任旅长 又叫袁祖明的 副下的旅长 贺龙就派了他 手下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毛锦周 他曾经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跟李仲公是同学 也是好朋友 就是到长沙见了 李仲公 请求的意志 就是参加北法 就等于请求起义吧 那李仲公就请示了蒋介石 批准以后呢 就把贺龙收编了 就成为国民革命军 当时是第九军 第一师的师长 给他升了一级 本来是个旅长 在他这个师里面呢 就周一群 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元老 就任党代表 李仲公的弟弟呢 李侠公 就任政治部主任 就是去跟李仲公 联系这个毛锦周呢 任这个教导团的团长 这三个人都是李仲公 在留日时候的好朋友 和他的亲兄弟 所以这个第九军第一师呢 实际上也就是 跟李仲公的关系非常近了 包括他弟弟本身就在里面 所以贺龙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在第二年呢 贺龙就成为军长了 就是二十军的军长 这个呢 很多朋友们都知道 他是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呢 他是总指挥 就代理总指挥 也就在南昌起义之前 就八一起义之前 周恩来和周一群 也就是他这个当时他的党代表 就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所以贺龙加入共产党 相对比较晚 是在二十七年 南昌起义之前 那么 周恩来和周一群 作为他入党介绍人 李仲公呢 作为他呢 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引荐人 这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渊源 那后来呢 在贺龙和周恩来之间 在主要是他和李仲公之间 又发生了几件事 就通过这几件事 我们最后可以 大概得出 自己的判断 就是这两封信 到底有没有 或者是不是贺龙写的 还是李仲公的伪造的 这故事呢 还要延续一下 就李仲公和贺龙的一些恩怨 到此为止呢 他是 他对贺龙是有恩 因为他引荐他呢 从一个军发的旅长 变成了一个国民国民军的师长 然后军长 而通过周恩来和周一群 他也变成了共产党员 不是参加了 可以说是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 那后面的恩怨是 就是怨从哪来呢 那从 实际上还是八一南昌起义之前 是27年 27年的林汉分裂了 就是国民党的当时分裂成两派 就是左派是汪精卫 右派是蒋介石 那还是4月27党之前 当时蒋介石呢 是在宁 就是现在的南京 而汪精卫呢 领导国民党的另外一群人 是在武汉 所以名汉 这个时候呢 李仲公 就受蒋介石的派遣 就到了武汉 在武汉呢 就搞了个办事处 实际上他是想去撤返一些 或者说服 像王金卫啊 包括跟王金卫一起的一些军犯们 包括像张发奎这些 和四川的刘湘 他们呢 就投向蒋介石 也跟着他一起呢 亲共 然后李仲公在汉口办了那个办公室以后 那是三月份 在他4月2日之前 他就请了很多朋友 都是一些军队里面的人 比如说二师军的 十五师的秘书长啊 还有那个刘湘的一些人啊 等等吧 就请他们吃饭 那贺龙呢 这是第一次见到李仲公 因为当时贺龙 请求李仲公呢 帮他找蒋介石 一致的时候 贺龙本身并没有去 是他手下的毛景州去的 毛景州跟李仲公呢 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 也是朋友 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李仲公呢 实际上是在 第二年的就是27年的3月份在武汉了 那贺龙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以后呢 贺龙就发现 就李仲公呢 是代表蒋介石来撤反来的 包括撤反了湘军的刘湘啊 和那些前军的什么 一些人物吧 而且呢 而且呢还似乎有呢 出兵讨伐武汉的意图 如果 黄金卫政府呢 不愿意跟蒋介石合作的话呢 可能还有一些军事上的意图 所以他就密报给唐僧志了 唐僧志当时是 贺龙的顶头上市 而唐僧志呢 就上报给国民党 武汉的中央 由当时的谭彦凯 他是中央的负责人 就召开中央临时会议 从邓眼达呀 这些人就商讨对策 那会议决定呢 用唐僧志来执行 对李仲公实行占语扣押 扣押这个命令呢 就下达给了贺龙 叫他具体去做 于是贺龙呢 就邀李仲公 到一个叫闫人山的家中呢 去打牌 来宵夜 那陪同李仲公来的呢 还有为蒋介石游说的 另外一个叫杨音之 他是专门为蒋介石游说杨森的 四川的军阀 所以贺龙就在这个 所谓宴请的机会呢 就把那个李仲公 杨音之逮捕了 逮捕之后呢 就交给了唐僧志 就第二天 唐僧志就把那个杨音之枪毙了 本来也要枪毙李仲公的 但是呢 邓眼达是李仲公的 算是朋友吧 就说了情 没枪毙他 囚禁了一个多月 以后就放了 再以后呢 林汉就合流了 所以这个事就不了了之 但对于李仲公来说呢 就贺龙就曾经就背叛过他 就像一年以前他引荐贺龙 加入了国民革命军 一年以后呢 由于 国民党本身内部的矛盾吧 贺龙呢 就几乎把他置于死地了 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有些仇恨 是这一道 怨 那后来又有两次怨 那就到了四五年 四九年了 四九年了 所以说就是中共 三大战役的结束 那国民党的土崩瓦解 纷纷呢 就是找第二条出路 就四九年四月 其实李仲公后来跟蒋介石的关系 就不是那么密切了 蒋也不是那么重用他 他在二十 二六年二七年的时候 他的角色有点像是 后来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那个地位 文章写得非常好 也很有些政治才华 那后来蒋介石就疏远他 他跟蒋呢也就不那么对付了 后来他基本上成为一个 一个反蒋的 就国民党内部的这么一个派系 就此宫那是颇有见识 比如说四六年政协会议的时候 当时可能连共产党都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最后会怎么样 就我们知道呢 毛泽东 其实在四五年四六年的时候 并不想去 跟国民党的真正去 开战去夺这个江山 以武力夺江山 他最初的打算 还就真是 要加入政府 当时想的呢 就是要多一些政府里面的 一些军队的数目啊 或者说 一些议员的那数目 比如说当时蒋介石提出来呢 就给共产党可以整编十个师 毛泽东就要求呢 给他四十个师 包括在华北这些地区 哪些省的那个省主席是共产党担任等等 最初的想法呢 是在两淮 就淮英和淮安 共产党设立 他的就是首都吧 那毛还给数议讲 他说你呢就是作为预议军 行事军 也不对 所以如果南京要开会 那坐船就过去了 非常方便 那后来发现呢 这个不大和现实 因为卧榻之策 人家讲一件事 他一定心不安 叫你在这儿 后来就推而求其次 毛就想了 就把总部设在东北 因为东北当时共产党进步控制了 就是以长春 作为了共产党的首府 而为什么毛一定要去 16年3月份一定要守 开始是打四平 后来要守四平呢 从军事上来说 那一张战争是肯定是 是不行的 是守不住的 叫林彪打 所以最后的决战啊 就是马德里啊 都是那个时候说的 实际上林彪不了解 但毛当时的想法呢 就是说 因为3月15号16年 马歇尔会到中国来 而毛在这之前呢 拿下四平 就是想着在 他说马歇尔来了 一定会谈判 他会叫国共停战 停战之后呢 谈判过程中 因为四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交出四平 换取长春 这样的就做一个筹码 所以他一定要抢那块地方 叫林彪要守 所以他有过一系列这种打算 但后来呢都没有实现 因为呢 国民党打下了四平以后 很快就占领了长春 如果不是因为 最后那个 马歇尔叫他们停战的话 他可能就直接过了 中华江到哈尔滨了 就这么一段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共产党的战局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李仲公实际上他做出了一个 相当厉害的判断 他当时已经实际上是不喜欢讲 也是反讲的那些 国民党内部派系了 他在呢 46年的 就政协会议之后 因为当时李仲公的是那个 国民党的所谓立法委员 他就在那个立法会里面 在政协会议以后 他跟他那些朋友们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断言 讲对中共的绝无诚意 就是内战一定要打起来 绝不会放弃武力统一的政策 所以他告诫呢 他的国民党的朋友们 就是要不要看错了 不要上当 如果要倒奖的话呢 只有依靠中共的力量 只有中共有那个 倒奖的力量 而1949年4月 李仲公呢 他就率领45名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就发表了金户立法委员起义宣言 宣布起义 这是一帮政客的起义 一般历史上不大宣传 但是这些人呢 都是一些国民党源源很深的人 那此后呢 作为这一攻击呢 他就参加了政协 就任国务院的一个参军 一个参事嘛 这是李仲公的一个 从27年到49年一段 他那个时候并不显赫了 因为奖并不重用他 他参加了很多 反奖的一活动 那他和贺龙的第二次 愿在接在哪呢 就在他宣布起义之后 50年 贺龙当时是邓小平的主政 就是西南的中共那些政务 当时呢 要有一个就是西南军政委员会 要成立 那李仲公想呢 他这么大的功劳 带着这么多人 起义了 所以他就提出呢 要想加入西南军政委员会 就最初入围的那个出现名单 是由他 那后来呢 在那个征求意见的时候 一些人就提出李仲公在重庆 当时331产中的责任问题 这就是历史的事了 一般人都不会知道那个 当时清共之前 在412之前 但是呢 也就是两个星期不到吧 就重庆发生这么一个惨案 所以由于这些呢 质询 李仲公没有进入那个西南军政委员会 但他就认为呢 是贺龙在中间 阻止了他 因为至少贺龙没替他说话吧 以后呢 他就调任了政务院 就国务院政务院的参事 他弟弟呢 李侠公 因为李侠公是共产党员 反而从政务院的参事呢 就调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了 就有了实权了 一度呢 还出任过贵州的民政厅的厅长 他呢 就成为一个虚职 就实际上就到他 到他弟弟那儿去了 这是第一次 他觉得贺龙呢 27年背叛了他不说 就抓了他 差点枪毙了 到49年 他都起义了 贺龙还是不帮他 那再一次就到57年了 57年呢 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就提出那个扩大统一战线 安排一些民主人士进入政府呢 担任实职 基本都要达成要同意他了 这个是贺龙提出来了 说50年因为历史问题 军政委员会都没让他入 那现在怎么可以让他当省长呢 更不合适 所以省长是地方政权的一把手 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呢 李中公又没有留院 所以他和贺龙就有过两次不愉快的经历 这个也就导致了后来呢 在那两封信出现的时候 就到底李中公取了个什么角色 那个信是伪造的还是真实的 所以他们当怀疑的时候呢 就提出这三件事 就27年 贺龙抓过他 49年50年和57年呢 挡了他的官路 也就是解放以后吧 他和贺龙没有什么来往 有来往的都是不愉快的经历 那事情就到了呢 吴文革了 吴文革我们知道呢 贺龙被打倒 那是67年的事 说他二月兵变啊 说他就发了多少枪啊等等 然后当时给他的罪名呢 就是大军法大土匪 这个东西呢 确实他当过土匪 他也当过军法 所以也没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吧 那么 什么时候一下子贺龙的案子 变得严重了呢 就是从李中公 突然交出了两封信 那是在68年的3月份 3月29号 当时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各种说法 其实都不准确 最准确的呢 恐怕是他女儿的回忆录 他女儿呢 是叫李又华 现在已经移民德国了 他前不久呢 写过一篇回忆 就是讲 他所亲历的这些事 我们知道就当时 或者历史上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但这故事哪一个真 哪一个假 很难判断的 但一般来说呢 就是比如说100篇 阴谋论的文章 猜测文章 就不如一篇 当事人的回忆 讲到林彪事件 我们知道就太多太多的猜测 913那天发生了什么 林彪到底知不知道 林立国是不是要安杀毛泽东 等等等等 其实呢 林立恒的一篇滚当 你只要看完那一篇 其他的那些猜测 都不必再看了 就林立恒 他就在913发生的 一个月之后 他在10月26号 他给毛泽东 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中间就讲了 9月43号那天发生的事 他所知道的 就78页 两万多字 里面就非常明确的讲 里面确实知道 就是要外逃 也没有什么说 阴谋论逼着他逃 也没有呢 那些 我们周恩来的中间 这些故事 当时就是 叶群 说服了他 就逃苏联 说再不逃就来不及了 而林立国呢 是努力劝说 林彪不要逃 说再拼一下 才有机会 如何如何 然后所有这些对话 全在林立恒 给毛泽东写的那 78页的信里面 而当然林立恒 后来呢 他有些故事 他就变了 但是一般来说 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刚发生一个月 讲的故事 应该是最真 最对的那些故事 那同样 李中公这个也一样 后来有很多很多猜测 但是不如他女儿 李若华的一篇文章 那他这故事是什么呢 就到了文革的时候呢 突然一下呢 李中公就拿出了两封信 这两封信就说贺龙 在29年 曾经又找到他 那个方式呢 跟26年几乎是一样的 就想通过他呢 给蒋介石呢 带两封信 两封信的原文 你现在如果朋友 有兴趣的话呢 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他自己是这样讲的 当时呢 就是李中公在3月28号 因为贺龙周案组的找到他 让他交出这两封信来 那么他就给3月28号呢 写了一个就揭发材料 他原文是这样讲的 他说贺龙呢 第一次大革命以前 是一个由突飞起家 分头于四川贵州 地方军阀的呢 小军阀 我和他认识呢 我前面讲过是26年7月 我以呢国民国民军 总司令部卫书长的身份 所以讲进驻长沙 他又湘西派了一个呢 我当年的同学 毛锦舟来见我 要求抑制 就我帮了他 打下武汉以后呢 那我们才见面 就是当时他就是 又抓了他 这次愿吧 他当时为了呢 取得武汉方面的信任 他将我出卖 并将我逮捕 以后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我记得呢 在1928年的春夏之间 实际上他记错了 是29年 我在南京呢 我以交通部任职 突然有一天呢 他又派 他的人 知道他的信呢 来见我 这实际上已经是 贺龙参加南昌 暴动以后失败 又重新回到湘西 就他最早做土匪的地方吧 建立山头的时候了 我看了信以后呢 对来人的三次 来见都予以拒绝 他要求回信呢 我也没有回 但信是留下来了 可惜此信呢 存在苏州的老宅 49年我在北京之前呢 我的夫人为了以防后患 把他取出烧掉了 实际上没烧掉 他当时不敢交出来 但信里面的要点 我记得很清楚 就内容是什么呢 称我为次长 称蒋连时呢 为总做 首先是说 27年3月之事 完全是阎人山的季险 指的就当时抓 李总共那个事 就才能枪毙了他 极力向我道歉 然后呢又说呢 8月参加南昌起义 是破译当时的情势 是非本心 要求我带 他向蒋连时解释 任怨呢 虽顺当年的初衷 跟北法军 北法再与收编为国军 并誓死效忠于总座 去国民政府 等等 那据李总共的女儿的回忆呢 实际上是3月29号 李总共没有把那个信 交给专案组 他交给了周恩来 就他是通过 当时参事室的工作人员 就是一个叫张云和秦平的两个人 和周恩来的联络员 郑凯直接联系上 然后专程送给了周恩来 他在给周恩来的信里面 他写到呢 他久未 也见诗在念中 只有一事 我手中有贺隆 在1929年 有湘西派人到南京 要求我带 帮助向蒋头成的两封亲笔信 是这个大盘徒 汉党 铁证 然后把信送上 就考虑到呢 可能会落入别人之手 所以希望在万机之时 招简片刻 当面成风 就这么一封信 是在 680的3月29号给周恩来的 那这两封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因为都是用的文艳文 简单的说 其实非常短 不到200字 第一封信 是贺隆给他的信 是重工武兄 赤长 勋剑 钱税呢 因延人山等之欺骗 即导致兄子难堪 复现地狱的绝境 如何如何 但是现在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 中原大战 已经要开始了 他说 禁文呢 就看报啊 是冯丽 判状一章 冯丽指的就冯一祥 当时就讲 中原大战 即将全国开始 举国声讨 第一位党员一份子 就是国民党员了 人不愤慨 积月呢 率所不万于见儿 当时贺隆在湘西的部队 没有一万 但已经有几千人了 愿所不万于见儿 就近指导逆朝 灭此朝时 以报党国 而为诅咒 就 起伏我兄呢 代臣诅咒为何 如何如何 这是第一封信 这封信呢 是5月18号29年写的 而第二封信呢 是5月26号 也就是六天 就八天之后 这封信呢 他又解释了 说民国16年那次呢 修指使完全为奸人所利用 结果呢 虽然促成了林汉统一 而第一人之牺牲之痛苦 不可言状 就把抓了插点枪壁那事 由爱我如胸将如何教我 前言呢 戏自成之言 勿请 以代臣主席 请求那一切违判 再次就叫他 去道讲件事 那在把这两封信交出来的时候呢 李中公还给周恩来 写了一个说明 说29年的5月 我接连接到两封 贺龙给我 向他 蒋介石代臣的信 愿意投奖效力 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 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 这是李中公给周恩来写 那在当时的专案组 收到这个信以后 就 有人就怀疑是伪造的 但也有人认为是铁证 那后来上报康生 康生是一锤定音 说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 贺龙最后被迫害致死 这两封信呢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那69年 6月9日贺龙呢去世 那遗体有几个医护人员呢 安排秘密送往八八山火化 死后两年 71年的5月 那个贺龙专案组最后一次写的 所谓贺龙罪行的调查报告 审查报告 仍旧以这两封信作为当时呢 定案 投敌判党的最主要的证据 到73年 那时候林彪事件一发生了 就八大军区施令调动 就毛泽东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呢 说要为贺龙平反 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 我犯了错误 那第二年的九月 毛和邓小平谈话 就专门问了呢 贺龙的谜语恢复了没有 就不用再看那些材料了 不要再核对了 然后邓小平呢 立即就去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指示 周恩来呢 亲自开始部署 他指的就是不要再管那些材料了 我想主要的就是那两封信的事 其实这两封信呢 当时在党内流畅已经很多了 就黄无礼秋的那些回忆 那些杂温中间都可以看到 当时林彪呢 在68年 叫他们去到林彪家去看文件 那文件呢 其实里面就有这两封信 但是卷得最深的呢 是无法献 那到 79年的5月呢 就9月 周恩来最后就批示 说要对这两封信的真伪进行彻查 我们看这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在整厚龙的时候呢 就非要说这两封信是真的 而后来要给厚龙平反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证明这两封信是假的 就到底是真还是假 到底谁在撒谎 当时呢 就指派了那个童小鹏 周恩来办公室的主任 亲自去找李中工 去核持这个信件的真伪 并指示公安部的技术部门鉴定 两个星期后呢 公安部门得出了结论 所以这两封起乡信是假的 因为他所用的纸张 墨水呢 都是40年以后才出产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中央就派人在国务院参事时 就是找到了李中工 按照 他们的说法吧 就是找他说话 写的报告给中央的 就是说面对公安部的鉴定 但李中工呢 无奈承认 是自己伪造了政策 是在陷害 何龙 但这是官方的说法 就按照李中工的女儿 他当时是亲历了这个事 他说当时呢 因为叫他父亲交出这两封信 他们家里面就很紧张 说如果不交的话 就要抄家了 于是呢 他父亲 他母亲 包括他 他们在家里面就是 就找 说如果能找到的话 就赶紧交出去 如果被搜出来 那就被动了 于是就找 最后在一堆的旧报纸中间 很旧的东西 就找出来了 当时全家都震惊了 就居然还在 那就是5月28号的事 就3月28号 然后29号呢 他就把这个信交给了周恩来 但周恩来其实并没有立刻 把那个信交给贺龙专案组 贺龙专案组拿的这两封信 实际上是在 68年的7月份以后 就中间为什么周扣了4个月 在中间呢 恐怕也有一些 就值得思考的事 因为周和贺的关系极其紧密 而在68年 周的地位也并不稳 那时候杨小凯先生呢 写的中国乡何处去 所谓的516的那个 政治纲领 就在那篇文章里面呢 惊险无疑了 文章就提出周恩来是 最大的走资派 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那周恩来自己呢 可以说都有点招不保息 如果再把贺龙这个事 再卷进去 他又是贺龙的路上介绍人 在这之前呢 他也保过很多次贺龙 所以他这个信呢 他并没有立刻拿出去 但我相信他是给毛看过 他是 不敢把这个信 完全就是 试吞试场的 所以按照呢 他女儿的回忆 就李又华 他说他们就找到这种信 找到这种信 立刻就交出去了 当时中央呢 对他们战役有加 就贺龙专案组也好 一些其他的人 包括康胜等 所以他日子比较好过 就是至少算立了功吧 但在70年以后 要平反了 他就写了这么一段 他说在平反过程中呢 中央统战部多次 把父亲叫做统战部落实贺龙 写给他的信件问题 那父亲回到家中就很气愤 说童小鹏要我承认 那两封信是假的 父亲当即做否认 坚持贺龙的亲笔性是真的 并对童小鹏说呢 你说信是假的 难道是我李中公造的不成 童小鹏说呢 不是说是你造的 但有可能是别人假造的 别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 你也不知道 就现在想来 就他女儿写的 他其实就是 童小鹏在提示李中公 你就说是别人假造的就行了 给李中公一个台阶下 我们也不带 也不处理 也不找你的麻烦 可惜呢 可恨就是他父亲 李中公是又臭又瘾 就是不认这个账 这就这么一段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这些 中国历史上太多的这些事情 一件事可以一真一假 今天真明天假 我明天真后天又假了 我记得我看过一段的 给潘安连的那个平反的决议 那当时就说呢 现在就平反了 如果以后再找出新的材料来 情势再有变化 那么还可以再做改变 那贺龙的这也是这样 到底这个是真是假呢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就是这些材料 但是有一点呢 似乎是 能证明 或者说 有助于证明这封信的真实性 就是对 李中公的处理 按说你在文革期间 你为了报自己的一些私怨 把一个元帅 就害死了 那这个罪是可以说是非常大的罪 就枪毙大概都不为过 你又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 以前一个政客吧 但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 相反倒是什么呢 最后对李中公 就他临死之前78年 当时他已经88岁了 那么还有就68年的时候 他是78岁 你说78岁的一个人 他去伪造一些东西 而且是现代的那个鉴定条件 是很容易鉴定出来的 是真的还是伪的 而如果是真的伪造的 我想谁也不会对他客气 他也不是一个什么人物 但是后来处理是什么呢 就处理就是说 中央李中公 男就对李中公的处理决定 这是88年做出的 就78年了 就他死之前 说男88岁 原籍贵阳人 国务院参事 关于68年 李中公交出了 两封伪造 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 审查小组 报警中央批准 认为这是李中公 配合林彪 斯人吗 反党集团 蓄意陷害贺龙同志 一起极其严重的反国民事件 那李中公罪行严重 又不老实交代 根据党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政策 本应从严陈处 逮捕法办 但考虑到李毅 已经连近90 生活不能自理 不再补办 决定了撤销起 国务院参事职务 每月发生活费80元 交国务院参事 使了监督 就这么一个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蹊跷之处 就不合常理 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知道 这封信的真假 他应该没有造假 我想他一个78岁的老人 他也没有能力作假 就是在1968年的时候 那是非常容易辨别出来的 因为按照他女儿的说法 李中公连收音机都不会开 就半导体收音机 他怎么会去做那些 笔记啊 纸张啊 一些各方面的去讲 他没有这个能力 还有呢就是 他可能对贺龙是不满 那看着贺龙倒霉了 我就把贺龙的一些 历史上东西呢 就丢出来 落井下石之性 肯定是有 但是呢 伪造证据陷害 应该不大符合常理 讲到这儿 我们就 就不妨再把那个事情 扩大一点 你比如说 毛泽东和那个张国焘的 一段公案 前卫说过 就是 到底有没有那个 9月9号那封电报 就是武力解决 开战党内斗争 就三五年 为什么我倾向于说没有呢 因为如果真要有那个信的话呢 那毛泽东会在很多场合 都会提到那个事 他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 但是实际上在毛的一生中 他就提过两次 一次是在37年 就张国焘 就是西路军全军覆没 剩下400多人的时候 他突然呢 在一次批章的一会上把这个信拿出来 说当时还有这么一封电报如何如何 那他第一次拿出来 第二次就是71年了 在林彪事件的时候呢 他又提了一次 说当时呢 就张国焘给陈昌浩 去向前打了一封电报 要武力解决 开战党的斗争 就一生中就提了两次 就为什么这样呢 那我只能说就是 心里面没有底气 就偷来的锣鼓 不敲尽量不敲 就如果真有这个事 那你想的林度会议 周恩来夺了他的权 他讲了一辈子 天天讲月夜讲 凡是碰到时候讲 那那个9月9号的电报 差点就是要了要了他的命 对吧 就红军差点都分裂了 就打起来了 他就提两次 那同样的对贺隆这个处理 就对李中工的 居然会那么轻 都鉴定的是假的 而且他一直不认 还说就算了 这个事就练领的 年事就高 今天如果有这种处理 我可以理解 文革时期这个处理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74年开始查这条红信 直到78年之后定案 这就是当时上的另外一个疑案吧 就是贺隆到底有没有写过这个信 那么就算他写过 实际上这也不代表 他就一定是想投奖 就那个时候的人 跟今天的不一样 就是按照现在的逻辑 其实很多是无法理解的 我上次也说过 就是 不作义实际上 在起义之后 也给蒋介石写过两封信 他里面的也是 如果你现在来看 也觉得匪夷所思 怎么这边是合并起义 对吧 那边还跟蒋介石 还勾着挂着 其中有一封 他就讲 他说 你叫我去南下 带着部队 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这中共 都是根据地 我带着部队出了北平 要经过山东 对吧 河北 早就没了 这部队这样下去 所以他说 最好的政策 就是虚意伪夷 假装起义 和平起义 然后保留这支部队 30万人 在核桃地区 随远还有20万 等到来年春荒的时候 第二年50年的30月份 有机会 我从背后 再来这么一下子 那蒋介石 当然就直接评了一句说 必定是话虎不成 但这个信呢 他毕竟写了 通过谁呢 也是通过一个 他的老朋友 也是当时国民党的 国防部长 就徐永昌 在北京来 跟他谈的时候 他就通过他带回去了 那好玩的是 他不光是写了这个信 他还有一封信 他是写给了两个人 他给蒋的那封 给蒋提了叫 五条复兴大计 五条纪什么呢 就当时中共也要见证了 第一条就是 外交上孤立中国 就叫所有的那些 讲了影响的外国 不承认中共的政权 第二条呢 经济上封锁 第三条 就沿海 逐次登陆 因为国军 还有海军 空军的优势 这种林波 青岛 这些逐次登陆 第四条呢 轰炸电厂 他这个呢 讲还似乎真的听尽了 50年最后去 轰炸上海杨树部电厂 最后潘安年为这个 吃了挂烙 他就说像你以前那样的 就是乱炸 老百姓要骂你 反而 给共产党帮了忙 你要炸就炸他的心脏 炸电厂 那是要引起很大的经济恐慌的 最后一条呢 就 散布了共产党出卖民主利益 成为数额的傀儡 这叫五条复兴大计 而同一封信呢 他又给了毛泽东 只是换了一个名称 就说主席你要当心 就是 蒋介石 没讲 他们会从这五个方面 对 我们进行什么什么 就只改了一下 收信人的名称 这是傅作义的一个故事 那还有一个呢 傅作义呢是在 1月31号 就是1949年的1月31号 他 没有参加解放军的那个 入城和国民党军出城的交接仪式 那还说是一个 很正规的一个仪式 这仪式呢 本来是应该比如说 屏标刘亚楼这些 这边的傅作义 作为主要的人 那天他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反正现在发脾气 在家里面 就狂怒 自己打自己耳光 给毛泽东写信 中间的故事怎么呢 就1月21号是 北平和平起义协定的签订 而1月21号之前 在他和共产党谈判的时候呢 他的代表周北方啊 那些 邓宝山这些人 他们就收到一封信 是林彪给 代表毛泽东 直接给傅作为一封信 这封信对傅很不客气 就傅当时很想抢个政治制高点 说他起义呢 是因为想保存北平的 古董文物啊 什么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 就给自己拔的挺高的 就带了一些道德高猫 毛呢 很不客气 就是实际上就是 你就打败了 你打不过了 就是 你没有其他的出路 否则就是天津一样的结局 就这么一封毛 这给他的信 这封信呢 周北方和那个 邓宝山看到以后呢 他们了解傅作义 就说这 确实是不能交上去 交上去 1月21号那个那个签 签约恐怕就没了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信扣下了 就傅作义是一个确实能打仗的人 他26就是26年的时候呢 他当时一个团长 就守那个天阵 对面的是一个军 他守了100天 第二年呢又守卓州 他是一个师长 对面是10万人 又是他的十倍 又守了差不多三个月 他相当能守 如果他真要守北平的话 很难打下来 所以 邓宝山他没交给他 但后来林彪就追问了 说你那个信交给傅先生没有 他们一看拖不下去 就交给他女儿 傅东菊 赶紧给你爸爸 这个就拖不下去了 傅东菊呢 也也长了老子的 他也知道他父亲的性格 一看那个信内容 交不得 交了以后那个和平企业就没了 他就一直拖 拖到1月31号 什么都已经 底定了 解放军进城 那天国军出城 恒大的一个仪式 我们在纪录片上都可以看到 那一天呢 实际上就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号 就是大家如果要知道人民日报哪天有的 那就是49年的1月31号 创刊号上就把那篇文章登出来了 非常不客气的 这傅周易的这篇 那傅看到以后 当然狂怒了 什么仪式就不用参加了 当场给毛泽东写封信 说主席请你指定地点 我带着行李 就说去就指定一个地方监狱吧 我就入狱 再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那后来让毛友安抚了 他就不要请他吃饭 就说这一切呢 就是历史吧 历史讲清楚了交代了 以后就轻装上证了 那也不要再 有什么就是顾虑了 那就这是一段 那由于这件事情呢 再加上了后来 当时是 协议是允许负责于保留一个团 那个警卫团可以就持有枪械 那后来因为阴差阳错 有些冲突啊等等 那个团也被缴械了 再加上呢 他促成的部队 有些又受到了羞辱 部队实际上就想跑 他就给南京定好了一个时间 就是3月25号呢 叫南京派飞机来 在西原机场 他就跑了 不再跟国家合作了 那个时候呢 因为和平起义以后 那些不愿意起义的军官 是可以离开的 就是只要 你就不带什么东西吧 就是随身的财产 手枪都可以带 那么傅作义呢 就想借这个机会 南京不停的有飞机来嘛 接走一些 不愿意起义的军官 一切都谈好了 他谁也没想到呢 1月25号 就3月26号的毛泽东 进北京 在西原呢 检阅部队 而25号那天呢 西原机场就戒严了 就南京的飞机无法降落 所以他没有成 再以后呢 傅作义的部队呢 被整编委就是第23兵团 下写呢 就是两个军 就是36军 37军 36 37军的下面 就上面再往 就38军了 就四野的序列了 50年韩战开始吧 朝鲜战争开始 傅作义就跟毛提出来了 要带顶 23兵团 入朝作战 毛没让他去 最后是把 他这个兵团的拆散了 这两个军中间 有一部分的部队进去了 就所有这些故事 就毛知不知道呢 傅作义这些 包括他给蒋写的两封信 包括他的那个 五条复兴大计等等 我上次讲过 就是 我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他身边有一个人 那个人呢 傅作义相信他们 我可能超过了相信邓宝山 那个 那个周北锋 那个叫闫又闻 他是傅作义的一个 同乡 38年就在傅作义身边 一直是中共的人 跟周恩来直线联系 连傅作义身边的其他的共产党人 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包括他女儿 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 那傅作义对他呢 可以说言听几从 他是秘书 机要秘书 又是呢 新闻发布的主任 邵将 和平起义之前 半个月时间 傅作义不回家 住在办公室 他跟傅作义在一起 所以傅作义 所有的这些小算盘 大概他都是 通报了毛泽东 就这么一个关系 但这两封信 我至于在重提傅作义 就是他也有两封信 跟那个贺龙的两封信 实际上你可以想 他中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都是说 在民国那个非常险恶的环境下 你一步走出去的时候 你要给下一步留一个退路 因为傅作义也不知道 共产党今天进了城 明天会不会就像李志诚一样 他就待不下去了 民国中间 他经历过太多的这种反复 太多的背叛 他见多了 所以他这样做的 情理之中 那么 严幼文最后跟他一段好玩的故事 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 当时傅作义在46年的时候 把共产党打得很惨 当时贺龙的部队 列弘正的部队 就是吉林 最后是张家口 傅作义都是 很成功 就在吉林打下以后 他膨胀了 叫严幼文给毛泽东写封公开信 极其羞辱之人事 就是毛泽东你是 挑起内战分裂国家 是为了你个人的野性等等等等吧 就非常像那个 洛宾 好像写个吴浙天那个 戏文一样的 他叫严幼文写 严幼文 当然 写其他的可以 就公开辱骂自己党的领袖 他不敢 请示 请示周恩来 周恩来也不敢定 最后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说 让他写 放开来写 写的叫每个纸专员 看的图写 就真写了 先在华北脚总日报 后来在中央社反复播送 其中有这么一段 他说 毛泽东先生 如果你要赢了 我副作义的甘愿 就是终身服侍你 给你牵马醉灯 做你的马夫 如果你要输了 你向全国人民谢罪 就你分裂国家 挑起对战的 就这么一段 后来这次能复作一个心病 北平和平起义之后 他就第一次见毛泽东 他就带着严幼文去了 一见到毛泽东 就像毛请罪 就当初这样羞辱毛泽东 我有罪 毛说你没有罪 你和平解放你打工 给你个天大的 天才那么大的奖章 他就说 这是严幼文 提的就是那个 细文的事情 羞辱毛泽东风 公开信的事 毛和严幼文就唱了双簧 然后就说 幼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就说了这么一句 傅作义当然是听不懂了 他可以说是称谎称空 严和毛是心里成灰 最绝的就是 这个严幼文在傅作义身边 又潜伏了13年 他从49年到62年 他仍旧在傅身边 傅仍旧视他为心腹 严幼文62年去世 傅作义74年去世 一直到30多年以后 31年以后 严幼文的身份才真正公开 在这之前 他就是个国民党的起义人员 他的子女的入党啊 升学啊 这些工作都受到很多影响 就说要讲潜伏 没有人比他潜伏的更厉害 解放后还潜伏了 潜伏到死 在傅身边 所以傅作义的那小九九 应该毛泽东悉数都知道 只是呢 掌控住而已 那后来施泽还有一段回忆 就说 韩战以后吧 傅作义有一次又见到毛泽东 说他有一件事情呢 他要跟毛要请罪 什么事呢 他说他还私藏了 大量的武器和电台 其实毛早就知道这一事 我相信毛睡了就什么 那你就留着用吧 所以就从傅作义的两封信 再到贺龙的两封信 我们就去看到历史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 他实际上就是 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一个人性的 一个画面 那些深谙人性的人一定能够理解历史 没有那么多的特殊材料 也没有那么多的呢 就是英雄或者烈士 很多人都是在各种考虑之间 关于傅作义的这段故事呢 我刚刚说的实际上在国内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学者叫邓爷的 在他是社科院现在是说的 他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他的文章里面也把傅作义给 蒋介石两封信的全文都有 大家也可以判断 那个信肯定是真的 但他并没有说傅作义的是假投降 是叛徒 他就说傅作义的政治交代 他投蒋之前他对 当时他在西北军他要有个交代 他投共之前他要对蒋有个交代 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就贺隆的这两封信的理解 如果以傅作义的两封信 作为一个参照系的话呢 可能会对历史有一个 跟深层次的一个认识 行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